欢迎大家收看旅游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东京美食之旅 我告诉了我的朋友我遗嘱的位置 乘客回忆起萨迦邮轮风暴的恐怖经历 2023年黑色星期五旅行优惠 航空公司可以额外收取多少行李费如何避免费用 请大家收看 2023年黑色星期五旅行优惠 英国独立报 预计11月24日的黑色星期五销售 将提供2024年旅行的酒店住宿 航班和一揽子度假套餐的折扣 Booking.com Xpedia和G Adventures是提供优惠的旅行公司之一 Booking.com提供超过30%的特定酒店预定和住宿折扣 Xpedia为会员提供30%或更多的特定酒店折扣 G Adventures提供高达30%的小团体旅行折扣 预计其他提供折扣的旅行公司包括 Tui, Lastminute.com, Travelodge, Ryanair, Virgin Atlantic和Jet R Holidays 航空公司可以额外收取多少行李费如何避免费用 英国独立报 英国政府承诺在国王演讲中解决低水定价这一问题 所谓低水定价是指航空公司在基本机票价格上额外收取行李费或座位费等附加费用 航空公司便称这些费用清晰明了,让乘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然而,消费者团体认为乘客容易受到额外费用的影响 文章总结了英国航空、伊杰航空、JR航空、瑞安航空和威风航空对行李 办理登机手续、机舱行李和指定座位收取的费用 并指出轻装出行和对座位选择不那么在意可以帮助乘客避免这些费用 凯撒娱乐公司和拉斯维加斯工人达成劳资协议,缓解罢工威胁 彭博社,拉斯维加斯226号烹饪工会与凯撒娱乐达成了一项初步劳动协议 结束了长达数月的劳资僵局,该僵局有可能破坏拉斯维加斯的旅游经济 该协议为与MGM度假村国际和温度度假村达成类似协议,奠定了基础 工会设定了周五上午5点的最后期限 要求这些公司同意他们的要求,否则将面临来自36家赌场和度假村的4万多名工人的罢工 这场劳资争议发生在各行各业的一系列备受关注的劳资争议之中 萨斯卡彻温将在迪拜气候大会上花费76.5万加元建造展馆 多伦多星报 萨斯卡彻温政府将在迪拜举办的COP28气候大会上投资高达76万5千加元的活动场地 该展馆将展示该省如何比其他国家更可持续地生产食品、肥料和燃料 萨斯卡彻温的政治家们一直在增加国际旅行 该省在2022年的14次国际旅行上花费了351197加元 比2018年增加了33% 2022年萨斯卡彻温的全球出口总额达到创纪录的526亿加元 贸易核出口发展部长杰里米·哈里森表示 政府需要参加这次会议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首次巴士司机在格拉斯哥投票罢工 BBC 格拉斯哥第18世集团的1200多名公交车司机投票决定 从11月24日开始罢工一周 司机们对工资问题产生争议 此前他们曾拒绝一项被认为低于公司其他英国地区司机工资水平的提议 他们所属的工会Unite表示 99%的投票会员支持罢工 Unite的总书记沙伦格雷勒姆表示 第18世的母公司First Group是一家非常富有的公司 有能力满足司机们的要求 美国郊区明尼阿波利斯镇被认为是首个选举索马里 以美国人为市长的城镇 加拿大环球邮报 27岁的索马里裔美国人纳迪亚 诺罕默德当选为明尼苏达州圣路伊斯公园市市长 成为美国首位索马里裔美国人市长 诺罕默德以58%的选票获胜 击败了退休银行家戴尔·埃安德森 他此前在2019年当选后一直在市议会任职 当时他只有23岁 诺罕默德的竞选口号是投资社区警务和推出计划 使房屋拥有更加可负担 他希望确保人们在该市的政策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告诉了我的朋友我遗嘱的位置 乘客回忆起萨迦游轮风暴的恐怖经历 英国每日电讯 一名英国女子在他乘坐的萨迦游轮 在比斯开湾遭遇大风暴后发表了讲话 在这次风暴中100名乘客受伤 其中5人因伤势较重需要治疗 这位希望保持匿名的女士表示 她被甩到了她的舱房里 并撞到了阳台门上 邮轮的推进安全系统曾一度启动 导致船突然向左转并停下来 她说她以为船要沉了 就给英国的朋友发信息 让他们做好安排 以防她不能活着回来 她指责萨迦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 并表示她再也不会踏上他们的船了 萨迦向乘客道歉 表示他们尽一切努力确保乘客的安全 加拿大的麦迪·谢里克 希望在本赛季最后一个完整比赛中 保持LPGA巡回赛的地位 加拿大CBC 麦迪·Saric希望能保持 她在2024赛季的LPGA地位 因为她目前在CME Globe积分榜上 排名第99位 她仅领先第100位的西班牙选手 As a Horror Moon Youth 2.6分 Saric本赛季面临着一些挑战 但她觉得自己的比赛在最近几周有所提高 并专注于在最后一场全场比赛中发挥出最佳水平 本周比赛后 积分榜前100名选手将保留明年的LPGA巡回赛资格 东京美食之旅 纽约时报 东京以其美食场景而闻名 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米其林新级餐厅 然而 还有其他探索东京美食的方式 比如参加烹饪课程 本文的作者描述了他们在东京寿司学院的经历 他们在那里学习了怀石料理的基础知识 这是一种传统的日本多道菜 他们还参加了其他场所的烹饪课程 比如东京烹饪和高野水果店 作者总结说 参加烹饪课程为探索东京的美食场景增添了新的层次 使他们能够欣赏到美道菜肴所需的技巧和技术 他们还指出 在东京不必花很多钱就能享受美食 因为有许多价格实惠的餐厅提供美味的食物 总的来说 作者建议参加烹饪课程 以更深入地了解和欣赏东京的美食文化 梦想破灭 韩国禁止防弹少年团明星 举办军事烹饪比赛 南华早报 韩国禁止防弹少年团成员J-HOPE 参加军事烹饪活动 并表示 在征兵期间不能给予这位K-pop偶像特殊待遇 允许J-HOPE举办活动 并制作以防弹少年团其他成员为主角的宣传视频的决定 几乎已经敲定 但国防部长申原职取消了该计划 他说 所有士兵 无论名人身份如何 都应该像其他士兵一样 履行军事职责 关于防弹少年团 是否应该免服兵役的争论 在韩国一直在进行 现行法律 只允许文化体育观光部长 推荐的全球获奖运动员 和古典音乐家获得获免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周的观察员 为您带来新鲜 有趣的新闻内容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要点 首先 我们得知了前索尔海母杯队长 李德去世的消息 她是女子欧洲巡回赛 历史上最成功的选手之一 祝福她在天堂里 能够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 另外 2023年的黑色星期五即将到来 各大旅行公司 都将提供丰厚的折扣 让我们抓住机会 计划好明年的旅行 我们还了解到 航空公司可以额外收取多少行李费 以及如何避免这些费用 记住 青庄出行和对座位选择不那么在意 可以帮助我们省下一些钱 在劳资方面 拉斯维加斯的劳资争议得到解决 这是一个好消息 能够缓解旅游经济的压力 此外 萨斯卡车温政府将在迪拜气候大会上 花费大量资金建造展馆 向全球展示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成就 还有一些有趣的新闻 比如格拉斯哥的巴士司机将进行第一次罢工 以及投资者对期权对冲不屑一顾的原因 最后 我们了解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实行人道停火 并有一位索马里裔美国人 当选为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 我希望今天的新闻内容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和启示 现在我邀请大家加入讨论 与我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